完整版旅行视频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去看世界 说有人玩滑翔伞 撞到包压店 这个位置就是玩滑翔伞 从那个山上面 不是瑞士的山吗 从那山上面飞下来 车全部就是 对 那个就是滑翔伞 我们现在在英特拉肯环自行车 然后我们下一站呢 要去卢塞恩 然后我们跟房东 就是我们在这边住的房东 道别的时候呢 就跟他讲说 我们是要去瑞吉山 瑞吉山呢 就是一般我们知道 都说在瑞士是少女风 其实瑞吉山 真正就是推荐说是 最美的地方 而且那个房东 跟我讲说 你到过瑞吉山 你才叫到过瑞士 然后那个他说 那才是真的瑞士 就是他的英文原话 这样说 他说是真的瑞士 所以我们还是 本来计划也是要去瑞吉山的嘛 然后瑞吉山呢 你可以从卢塞恩 就是马头坐船过去 他有三种方式 就是你可以登山 有一种是坐缆车 在缆车呢 你要到瑞吉寺 这个地方去坐 另外两个地方呢 一个高尔道 一个叫做 北之脑 这两个地方呢 是可以坐火车的 其实他们那个地方呢 那个火车 就是登山的火车 算是欧洲第一列 就是登山火车 其实已经有 1871年的话 差不多 哦 好多年了 是吧 请问1871年 算下来是多少年了 那走吧 好吧 我们现在就要开车 去卢塞恩 然后呢 我们明天去登瑞吉山 去看看真正的叫做 这才是真的瑞士的风景 你可以走高速 也可以走湖边 然后全走湖边 湖边就是这样很美 然后那个湖就感觉和你的地面非常的接近 没有什么落差 然后那边都是山 非常的漂亮 他们现在正在修路 这是湖山和旁边的小镇 你看那个水的颜色好绿呀 好干净 他们这边天气经常起雾 起雾的话 那个山就看得不是很清楚 那有个雪山吗 我看不清 对是雪山 好刺眼的阳光 风声太大了 我把它关起来 这样可以吗 那个湖啊 就感觉你伸手就够着了 你地平面就很近了 图恩湖 这里是 我们这里是布里恩池 也是一个小镇 然后呢 我们之前呢 住的位置 你看这样 我们之前住的位置呢 在这里 叫图恩湖 就是我们之前离开的小镇 现在布里恩池在这里 它是一个八字一样的位置 这是两个 看上手机上 把手机 看一下手机 然后这样 像个 像个八字 拍不清啊 嗯 就这样啊 看啊 就这样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好了拍上了 就像个上阳的湖子一样 然后这边还是一样的美 对 然后你可以不走高处 沿着这个湖走 它有一条路 我们说那个 从那个 那个 然后这个湖 就是一直都这么 绿绿的 而且那个湖水呢 它就离里很近 你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你就可以摸到它 然后就野鸭子 那天我们在图恩湖 不是还有天鹅过来 问我们要吃的吗 小镇 然后你这样望过去 它的天气 就是这样雾蒙蒙 雾蒙蒙的 但是在这个位置 看不到雪山了 走 我们要趟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了 因为到处都是这样的美景 是啊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打你啊 我们要去苏宁市 苏宁市 我们从哪里去苏宁市啊 我们从卢塞恩 好 卢塞恩 糊涂了 好 来 我们刚才离开了卢塞恩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前往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呢 是在卢塞恩和苏宁市的中间 然后呢 路上就都是这种典型的瑞士的风景 大片的草地 点缀的新兴点点的房屋 牛啊 羊啊 要到哪里去 就是这个感觉了 再拆一遍 牛啊 羊啊 要到哪里去 就美不胜收 就感觉这个地浪不掉 它这个草就不是 为什么它都 也没有打理吧 没有经过 应该没有打理 这么大的面积打你过来 它为什么能长成这个样子 草种吧 它的草 它长不了太高 啊 它这样的季节 这样的天气 主要是它长什么 它不是像国内 得有一些 有一块好有一块坏 它是所有的一片都是一模一样 这是草种的问题吗 这个草种肯定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它这个奶流产的奶好 不跟吃的草好不关系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住宿地 我们在瑞士还要停留两天 那我们开着开着 怎么开到森林里来了 刚刚那个森林入口没拍到 你看 这两边 这是黑森林领域吗 不是吧 不是吧 不是黑森林 但是其实瑞士也有黑森林 黑森林是覆盖了法瑞德 在那个瑞吉山上面 也可以看到黑森林 我们明天要去瑞吉山 覆盖了法瑞德 这个应该也算 我们现在还有两公里 我们很好奇 我们住到哪里了 是啊 就在艾尔班上订房子 就有这种很可信 就你也不了解当地的情况 但是好处就是 他们每个镇都还不错 都很漂亮 平均水平是高的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自己住在哪里 应该是搞徒步的吧 应该是 听到那 有很多路啊 有汽车的 听到那准备徒步 这个房子多少钱啊 两千九两个晚上 哇 就一千五一个晚上吗 比前面那些贵啊 这个这个最贵 上一次那个多少家 上次那个 两千一千二一个晚上 哦一千二 哦 他定一晚的房价和定两晚的房价和定一个月的房价是不一样的 一个月多少家 六月会打折 他有百分比折扣 要很多吧 也不会便宜很多 百分之七啊 百分之五啊 不可能只有这么这样吧 我骗你干嘛 你到iPhone查一查 只有百分之七百分之五 有一些没有折扣 有些房东没折扣 但是一般的房东可能有个百分之十的折扣或者多少 但是不会差很多 你可以跟他谈 晚上时也太少了 一个月啊 到这个地方连信号都没有了 好了有了 我们真的住到森林你去了吗 没有穿过去 这对这只是一片那个 一片森林 哇 哇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 拍吧 啊 就前面 太漂亮了 你可以下来拍一下 不用 不用 开慢一点吧 没事没事 开慢一点 就这样滑行就完了嘛 好风噪声也不会很大 嗯 后面也没车 唉 选的地方选的倒了 那游客我们是住在湖边是吧 不知道 一无所知 并不知道 这才神奇 它主要是瑞士山也多 森林也多 草垫也多 湖也多 核也多 你知道那个 瑞士的森林覆盖率吗 唯一少的就是人 是啊 瑞士的森林覆盖率 就自然森林覆盖率 有33% 如果再加上什么龙田 这种绿地 绿化的 还有湖 就快有一半了 就说他们国家有一半 差不多都是绿化 不是你把湖在去了就全是绿化了 对啊 因为它湖也多 都绿化的 你这样都看得到的吗 不绿化 都是苹果树 你看 哇 这个苹果树还蛮大的 哇 我最喜欢了 它这个树上可以叫做百分百百分之百绿化了 你看 你看 哇 那个是什么树啊 所以一定要住Airbnb 不要去住那些酒店 他们他们读Airbnb 尤其是像欧洲这种国家嘛 因为它本身这种住房质量很高 所以特别适合你去订这种民宿来住 像例如说 像就是这种高楼高层建筑多的 像我们国家 可能订了别人的房子 也许就是也不是那么好 没有那么有特色 但是欧洲真的好是吗 人眼的万分之 就是这样子 因为人眼特别宽广 因为人眼是 人眼是沉浸式的 你看到的广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楼像 然后 还有一分钟就到了 看起来是在湖边 能够看到豁好像 又有好多苹果树啊 上次那个房子做了就挺好 是直接灭火 而且主要是房东 好热情 就这一栋 老航真是个伟大的发明 27号 我们现在停下来了 然后你看这条路一直下去就是服了 然后这个房东不在 就跟其他的有些房东一样 他把那个钥匙留在钥匙盒 然后我们去拿着 就是这个房子 这个小镇比上一个小镇破旧一点 对 破旧一些 你看他这个好像 他有个王子 BMB 拉车 这不是泰国的那种吗 他们都送薰衣草 他们一般都有在门口有个密码锁 其实我们也可以烧烤 他有炭 打火的 然后取出一把钥匙出来 朝右转 那就可以打开 我很好奇 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 怎么有股血腥味 一股香烧的味道 原来是 牙银破了 我进去看看 欢迎 这儿 哈啰 以下视频由我去看世界团队制作 我们在分享世界连接世界 期待你的加入 因为时间不多啦 我刚刚进去看世界团队制作 所以我们在讨厌 也讨厌 在这儿 我 帮助